自2018年孟晚舟事件发生后 中加关系一落千丈 日前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接受采访时将当前中加关系遇冷的责任全部推给中国 并声称现在加拿大和中国缺乏和解的空间 据环球网报道 7日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接受了彭博社专访 内容涉及加拿大内政 亚太 气候和中国等方面 其中有关中国的话题就占了这段采访近一半的时长 特鲁多这段采访挺长的在谈到当前的中加关系时 特鲁多用了含义一词来形容 宣称因为孟晚舟事件以及中国拘留了两名加拿大人 现在中加关系缺乏和解空间 但另一方面 特鲁多又表示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 任何国家都无法忽视与中国的合作 去年通过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就是中加合作的典范之一 两国关系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不过总的来说 特鲁多就对华关系的表态总体上还是相当强硬的 在被主持人询问加拿大是否在配合美国印太战略时 特鲁多毫不犹豫地承认了 并声称这证实为什么加拿大军舰会跟随美军军舰穿越台湾海峡 最近在我国沿海挑衅的加拿大军舰特鲁多这番强硬表态并不让人奇怪 正如他所说现在加拿大对华政策已经与美国印太战略捆绑 基本上是美国说向东走 加拿大不敢往西 只有不断炒作中国威胁论抹黑中国形象 加拿大在美国眼中才有利用价值 否则就会被排斥在西方同盟之外 我国驻家大使从培武之前就曾说过 加拿大在孟晚舟事件中充当了美国帮凶 一些家方政客至今仍抱着冷战思维看待中加关系 不断渲染谣言和虚假信息毒害了两国关系氛围 从培武大使接受加媒记者采访 另一方面 当前的中加关系也受到了加拿大国内政治的绑架 就在特鲁多接受采访的同一天 加拿大所谓的外国干预选举调查再次被重启 中 俄 一三国被列为调查目标 但讽刺的是 特鲁多曾公开说过加拿大选举切实反映了民意 结果在被国内政客指责对华软弱 选举存在政治交易再加上整治山火不利 使加拿大民众怨声载道后 特鲁多的对华态度就宛如穿剧变脸 直接将国内问题的一切责任推给中国 可问题是 在当前美英等西方国家官员接连访华 尤其是美国的另一个跟班 澳大利亚主动与中国沟通对话 派遣使团访华的背景下 特鲁多在继续坚持对华强硬政策 就显得相当突兀 而且还暴露出加拿大进退围股的窘境 而这也可以称得上是美国盟友走反华路线后 骑虎难下的缩影 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勒布朗宣布重启调查 特鲁多也在采访中承认 他之前访问新加坡时正值西方盟友 与中国协调贸易方式之际 换句话说 当西方国家正在深化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时 加拿大却仍在秉持一副对华强硬的姿态 如此不知变通的做法 也进一步反映出了加拿大在对华关系上的认知 出现了巨大的偏差 或许对特鲁多来说 现在加拿大已经上了美国的贼船无法回头 只能跟着美国一条路走到黑 但无论如何 加拿大都应该清楚 近些年 加坊完全没有一个国家的独立性 尤其是在对华政策上跟随美国脚步一步一驱 所以 中加关系遇冷的责任不在中方 而在加方 加拿大最好不要指望中国会主动伸出橄榄枝 等加拿大什么时候想明白了 两国关系自然也就解冻了 关注我 了解更多国际时事 我会想办 对华关系